今天大家最大的消息是 检調動人了 检調動了122個人 繽紛26路去查 台南議長的一個選舉 而且我剛剛提到的 你今天查 不是只有說跑票的人 你今天查到了政府議長 甚至你今天查到 甚至跟金流有關的人 你說這個查去 看起來是真的在 哇真的在查了 今天早上大概7點半的時候 新聞就出來了 消息就出來了 就說要查這個議長選舉 大家第一時間嚇到 怎麼會這麼快 因為之前有風聲 但是沒想到會這麼快 但是你去看他查哪幾個地方 你真的會嚇到 邱莉莉是已經當選的議長 竟然去查他家 查議長家 對 就是陳凱林的那棟大樓 所以大家想說 哇 這個不是光電大樓 沒有想到竟然就查進去了 衝進去了 對 就直接衝進去 到底扣到了什麼東西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應該是相當的精彩 那林志展是誰呢 是這一整次的一個操排的人 所以你也被查到了 好 更厲害的來了 之前林一廷是關鍵人物 對 他是關鍵人物 之前林一廷的爸爸 不是有跟方一鋒的一些糾紛嗎 對 把人家請上車 然後最後跟他講說 你要投的話就投誰 反正現在有1000萬 2000萬 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這一次新聞 也會把他查出來 所以查出來之後呢 大家就會想說 那你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事情 這個照片呢 大家不是之前 大家都有印象嗎 這照片一出來的時候 被丟出來的照片 對 這是誰丟的 這是陳廷飛 在台北立法院開記者會 他丟了一張照片 我們一直在問啊 問這個之前 我們講的這個台南議長選舉的事情 後來呢 其實檢調跟我們講一句話說 你們去看那個影片 我說我們沒有影片啊 他說你那個照片 就是影片結的啊 所以呢 其實在之前 方一鋒被請上車之前 這個記者會不是已經開了嗎 這個不是一張照片而已 它是一段有聲音的影片 有聲音的影片裡面有誰呢 是不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有邱莉莉 有林志在 所以呢他們在裡面呢 你以為只是單純的吃飯嗎 他們說這東西其實算是開會 有聲音嗎 對 是有聲音版本的 所以你在談什麼都知道 對 所以 他們錄成這個樣子 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不只是檢調清楚 我相信誰開記者會 他那個人一定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我們到今天 檢調衝進去那個大樓以後 我們才發現說 哇 原來這不是照片 這是一個影片 這影片是有聲音檔的 而且呢收音非常的清楚 這是誰拍的 我等於說有人全程監看 對 所以這些東西呢 在議長選舉之前呢 就有送了進去 那麼送了進去 難怪你剛剛講說在選舉之前 檢調已經掛線了 對 因為我連你們要幹嘛 我搞不好都已經知道了 對 其實這檢調來講的話 你看到前面這個地方 他已經收證完全了 這些東西這些講的聲音 都是你們自己人講出來的 所以呢他都已經清楚明白之後呢 加上好死不死 方一鋒不是之前 這個林士姐有去找他上車嗎 講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在車子裡面講了些什麼東西 筆錄也都出來了 筆錄出來 警方在線上的時候 是攔到了那台車了 這台車其實監視器有拍到嘛 你進來之後呢 請他上車 就講了那幾句話嘛 你票要怎麼投 要怎麼投 你自己要多斟酌 對 然後車子馬上就走了嘛 走了之後呢 他第一時間就報案了 他報案的時候 是跟警察報案 報案之後呢 這台車子被攔到 攔到的時候 這個調查官 竟然調查局的調查官就來了 來了之後說 我們這個是有指揮的 所以呢 警方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我半個小時之前才發生這個事情 你怎麼去找指揮 所以現在已經破案了 指揮呢 在這個前面 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已經知道已經立案了 立案了之後呢 掛線 掛線方一鋒這事情 剛好Bingo Bingo之後呢 今天其實有個重點 不只是查了這些 包括國民黨跑票的議員 李正國 張士檢 李文俊這些人 還查了一些中間人 這些在新聞稿裡面 什麼叫中間人 中間人是說 我要寶傑跟我要引劍 看到御豐嗎 其實不是 這次就跟金流有關係 就有勾出來跟錢有關係 你幹嘛就突然找了一個 五黨籍的議員 那應該怎麼講 某議員的女性有人 對 所以呢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跟金流有 有串在一起 有串在一起的話 這個事情可大可小 如果呢他們說得清楚的話 或許有機會來辦一個交保 可是呢一次 冰封26路 又把這個台南警方 給排除掉的話 其實今天這個重點就是說 一次就要讓它開花 一次開花的情況之下 你看喔現在 建了很多的地方 我同步時間開這個偵察庭 對 你今天這個前面講的 A講的跟B講的跟C講的 到底對不對 你說現在這個 這個時間是同時開偵察庭 對 直接開這個偵察庭 你只要有個地方 沒有都在一起 還有這些中間人 中間人平常是拿油水的 可是呢 當檢調上岸的時候呢 上門的時候呢 通常第一個 腳軟的就是中間人 中間人一定會把這東西供出來 供出來之後 再上這個地檢署 檢察官有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一件 可以期待 而且你剛剛講喔 基本上就是 台南的調查處 高雄調查處 今天包括台南警察局 還有台南憲民隊 你說台南警察局 是最後被通知的 對 這東西其實 在放一封的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檢察官 就對台南的檢察 警察是非常非常的感冒 所以他在之前呢 其實如果你要對他們 要是有點信任感的話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找我們合辦 可以啊 因為兵分26路耶 26路耶 你想想看 本來沒有台南警察局 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這一次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 台南警察局的人介入 為什麼最早新聞稿上會有他呢 是因為26路 尤其是那一棟 因為陳凱琳被搜過那一棟 被搜過那一棟之後 派出所已經特別注意了 發現 怎麼檢察官又找人來了 所以呢 後來高層趕快進場說 欸 沒有這樣子 是喔 是派出所發現了 我們來幫忙一下 我們來幫忙一下 所以呢 這個東西其實一開始就把他派出在外 就是怕走漏風聲 好 那剛剛講的 欸 你不找警察 你找了憲兵隊 對 其實在過去以前發生過一個事情 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要去做一個強制的一個搜索 如果對方有槍 如果跟你弄起來怎麼辦 那這一次呢 不找台南的警方 那我有去掃一些比較重要的地點 對 那講難聽一點啊 有些的地點在以前就是堂口啊 現在你招牌當然換掉的不一樣 但是以前這些地點就是堂口 對 所以我又不找警察 因為怕你走漏風聲 對 所以只好找我帶長槍了嘛 長槍就是找憲兵隊啊 所以這次要弄下去的話 人家講黑金黑金 其實這個南檢真的是 真的是要把黑金給查下去了 所以說欸 它這次是南檢的黑金專案小組負責的 對 這個東西呢 其實從前面到後面已經把它給兜起來了 因為他們不只是有這個金錢有金流 而且呢 那些堂口還有這些背後的一些人物 真的是有實力 所以這次一定要找憲兵隊 不然大家去也是怕怕的 去也怕怕的 大家也怕啊 你88槍都還沒抓到人 那你現在88槍那些槍在哪裡 這些東西已經蓋在一起了 你現在議長選舉完之後 所以說今天這個調查 它不是只有說我的議長選舉 後面跟你的88槍 跟你的光電是整個綁在一起的 其實這是一個故事 但這個故事裡面有一億元 有88槍 大家在辦這件事情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不知道 人家講一句話嘛 我們今天問那個 一直問問問問不到 他這只給我們一句話啦 黨人財路殺人父母 那你這個辦案只是你的公子生涯而已啊 如果你黨人財路父母都可殺的話 這88槍辦不下來 其實我覺得在台南真的是非常危險 好 所以董事長 你一開始就特別強調 這是難檢出手 難檢出手特別是什麼 是黑金專案小組 他所以這就不是一個單純的 是議長選舉而已 這會炸彈開花的 他這個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是說他的給付的方式 他的買票的方式 並不是只有給現金 他買票方式 聽說他有承諾有光電工程 所以他這個是很複合式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現在投給我 然後將來你還可以做我的工程 對 這個工程的發包 也是他的這個條件的交易 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郭再欣必然跟這個事情 是有發生關係 對 然後第二個事情就是 為什麼叫黑金黑金 那到底這裡面誰是黑啊 到底是黑 黑道是誰啊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我們看不到 所以一定有前科紀錄嘛 我再問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那這個林志杰 他是余慧理事長對不對 對 他跑去跟那個方一鋒在車上 談這個事情幹什麼 他也沒有選舉啊 只是他女兒選 他女兒選 他女兒是 而且女兒是議員 他女兒又不是叫議長 對 那為什麼林志杰跑出來 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找方一鋒 方一鋒後來去報案嘛 對 那這個很奇怪 你怎麼會 你找一個人要請你投票投給誰 對啊 他要跑去報案 這報案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要報案 為什麼要報案 恐嚇嘛 他認為說你恐嚇我嘛 對 我要覺得我跑去報案了 然後晚上明天就 都住在議會裡面 不敢回家睡覺 對這個裡面說黑金的道理 就是說他金很清楚 就是有人給錢嘛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郭再興很清楚嘛 就是88槍的受害者 88槍受害人 竟然傳出來 他是光電利益 跟各種灰色的勢力都在一起 所以搞到連 不敢叫警察去搜索 你想想看 所以勢力多大 對 我上次聽說 找先兵隊出去 大概是30年前 30年前 農會嘛 農會很多搜索 都找先兵隊搜索 是的 開開玩笑 農會的時候 裡面都有槍了 槍都放在農會裡面了 台灣以前的黑金 所以找先兵隊 是真的對方有軍火的 當然有軍火 所以你怎麼 萬一收到這些人 有黑的背景的家裡面 他萬一藏了黑 藏了藏槍怎麼辦 他跟你賦予抵抗啊 拉槍給你幹怎麼辦 所以這個東西 他找先兵隊是有道理的 他不是糊裡糊塗找先兵隊 他也不是光是怕你洩密 所以我剛剛就回到這個主題 這個很奇怪的一個人嘛 他也不是議長 他也不是副議長 他也不是議員 他女兒是議員 跟他一起去喬一個不相干的人 這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他們是一個團夥 整個是一個集團的行動 在幹一件事情 是有很多人負責 有不同的分工跟合作 所以今天合理的處理的話 今天晚上地檢署 應該要把這些奇怪的 像什麼郭再青啊 像林志傑啊 像黃小姐啊 李文俊這些人 應該要收牙 好 所以 志祥 你也看過這麼多了 這次真的要炸彈開花嗎 只剩三十年夜路橫著走 就台南的黑金太囂張 我有一個助理 今年當選台南的市議員 二十六歲 是最年輕的 他說這個事情已經沸沸揚揚 已經鬧很久了 事實上讓他們知道 其實已經很多方在動起來了 可是他們不怕耶 你看 開個會 錄個影片也可以跑出來 對 光天畫日下 鄉情車一然把他拉上去 直接開始喬 開始恐嚇 我說真的 他就是有事物 他覺得我今天 已經橫著走習慣了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最困惑是 你現在已經是眾目睽睽 不然大家都盯著你了 你台南怎麼還敢幹這種事 你台南怎麼敢 你去挖票 你去挖政國會你就算了 或是把政國會綁起來算 你去綁國民黨 對 你變成綁國民黨 連黃副星都敢綁 這也太膽大亂為了吧 我現在很囂張在什麼地方 我講個數字你就知道 請問 那個Chirley拿幾票 36票 對 他少三票會不會當選 會 一樣會當選 他為什麼還要多花這6千萬啊 我跟你講就是說真的 嚇掰啦 他也覺得說反正我就是狂 怎麼樣你也奈我何 因為齁 在台南我也問過 買票兩階段啊 這種東西 一個叫做政治器座 買賭車啦 買賭車不容易抓的 為什麼 我平時你在選舉我就幫你嘛 張羅你的經費對不對 那可能有獎名沒獎名 你也不知道 那期間很長 那經費你可以消化掉 可是開到2千萬抱歉 那沒辦法 那不是買賭車架行情的啦 那就是最後關鍵的大傻幣嘛 加籌碼上去 抱歉你這個加下去的籌碼 你要在這個議會議長選舉那個期間 就是你當選之後 開始加籌碼的時候 金流就現行啦 所以你在那個狀況之下 檢察官這樣大張旗鼓說真的 有心查這個案子 絕對不會說查不出來 你每個坑坑洞洞一大堆嘛 你今天講那三個國民黨的 可是你覺得檢察官辦真的嗎 我覺得你今天找邱莉莉 跟找郭哉清 我覺得你從鄭主跟金主 兩手並進的話 顯然你掌握到一定的金流嘛 你看他動作基本上 我認為是有一個圖像出來了 就是說人事還有金流 我今天掌握到 所以還會有這樣一個出手 那如果你出手 出到這種程度 最後你虎頭蛇尾 我告訴你 說真的 你民進黨也完了啦 你今天台南那個難檢 你也完了啦 你丟臉丟透了嘛 你說的東西 這個情況之下 你這麼短的時間 搞這麼大的一個一單出來 你說你查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檢察官沒有那麼無能嘛 這只能說 真的台南黑金太囂張啊